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奇斯 母亲的劝告 你的朋友绝对不会像你那样回答自己父亲的话吧 安利克 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必须对我发誓 说你以后再也不做那样的事了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父亲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 所以 我求你多想一想 当你准备那样回答你的父亲的时候 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行不行 安利克 也许你现在还不大明白 但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当你的父亲向你道别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当初自己的做法有多么荒唐 你就会为你当初的做法感到内疚 那时候你就会明白 你的父亲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你好啊 你就会明白 当他在责备你的时候 他比你更加难受 现在你还不能明白 现在你只会把父亲对你的爱 看作理所当然的 你知道当你父亲感到疲劳时的想法吗 他总是会觉得 他就要死去了 他再也见不到你了 可是那时 他总是一个人默默承受着这种痛苦 他害怕你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 每天晚上你睡着的时候 他总会跑进你的房间 再看你一眼 再闻你一次 之后 他仍然会走进他的书房 继续他的工作 即使他已经筋疲力尽 这些你都知道吗 安利克 你也许不知道 你父亲也有伤心痛苦的时候 每当这时 他就会和你聊聊天 他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来看待 他希望能从你那里获得勇气和信心 你仔细想想吧 这么多年来 你父亲经历过多少次的坎坷啊 安利克 去你父亲那里吧 他现在就在书房里工作呢 去吧 把头扶在你父亲的膝上 请求父亲宽恕你 祝福你吧 你的母亲